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Stanley 新一波的Crocarrus核心系列 新的只有蝙蝠怪魔 其餘三款,阿柏文,震波和陰波 都是重新再推出的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我未分享過的 陰波和蝙蝠怪魔 陰波在核心級別中會有一個優勢 因為它好像變形變成一個盒 正好符合Carrus那種簡化步驟的優秀條件 雖然細小,但細節非常充足 Cassette 帶是激光料 不過就不能夠變形了 它都有些細心位 例如蓋子會有一個粒槽給你放好餅帶 再收回它 除此意外,陰波的東西配件都齊全 例如肩炮和手槍 而模具整體都非常實在 造型亦不錯 可動上絕對對得起大家合格 你說超可動那些 一定沒有的 始終都是一個Carrus 不能奢求太多 那你說扭一下它 擺一下動作 做一下姿勢 簡簡單的 都是絕對做到的 這裏面的 後裙甲是沒有活動關節的 腳掌方面 雖然採用了球狀關節 但由於它和小腿比較靠近 所以活動能力就沒有太多 邊緣上也很穩打穩摘 不會有什麼新意 加勁 成功 再加坡 再加坡 擺脫 有什麼新鎮 再加坡 更新鎮 重新鎮 不新鎮 雙槍到足上的臉 只會搓上腰 ハヴォ 左上的髮型 整個過程都是一致意料之內 是唯獨腳掌不知為何出了少許出來就稍微有外觀 所有的收納都好像原本設定跟足了 所以非常穩定,不會太多,不會做少給你的一款作品 它跟羊頭魔一樣 外殼和機型的設定混合了,重新再設計 但同一時間保留原有的特色風采 在可動方面,因為沒有受到太多的阻礙,表現也不錯 比音波更厲害 官方亦為了它增設了武器收納的模式,提高了換味 你本來可以 под降車的畫面 真是有輪胎,所以你安裝的作品 以及配件很特別行為 聽說,讓你選擇一輪用雙眼 即是它真的已經是另一個安裝的 天獄自然而為它們的樣子 percentage 每個位 以 G1 時期的接疊方式 但配合獸人的外觀設計 感覺有多新鮮 小腿可以卡到胸口的卡槽裏 而是最新鮮的角色 如果從上下下下下 其實都近乎遮蓋野獸和獸人的部件 所以亦都非常像 G1 時期的戰機形態 半帶科幻形式的戰機亦都非常有感覺 這個蝙蝠怪魔我覺得真的不錯 在第三波的Core Class上 最出色的無意就是蝙蝠怪魔 鷹波也不錯 不過在 Kingdom 時已經推出過一次 鎮波上一Wave 也推出過 所以未入手的朋友 這次可以入手鷹波和鎮波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裏 多謝你的收看和支持 訂閱我的頻道 留意我的玩具開箱更新 我將會是你其中一個最佳的輕鬆娛樂節目 下次再見 拜拜